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旺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摩托片之一部《正向部沙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滴滴滴滴》就说不要说太多自己的东西会暴露身份 无所谓 那... 邵蕭也说得对的 入大公司就要去摆牌 但其实不是到处都是这样的 我都说了,有些地方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没牌也没所谓 有些公司是这样的,真的没牌也没所谓 Ben Tonny就是有牌才可以做政府的 我又说过真话给你听 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的 有些地方呢 他请其他地方的人没牌也照请 是这样的,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就觉得 有些事情我也心灰意难做到 Camp St. Lo 说 以前死鬼张耀永自己说 自己都是牌牌落石屎 地照做得久 学习就自己手落脚落石屎 其实你说每个地方都要牌 持得正是否这么容易 我就告诉你,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容易 有些人跟我说 我试过做一些小工程 有些人跟我说他有铺渠牌 你问他拿一些证据出来,他就说没有 很久之前,几十年的经验 你要我拿一个证据出来,谁要拿给你呢? 真的,那些六七十岁的那些 你叫他拿一张牌给你看看 他说他有 他真的会做的 他拿不到那张牌出来,你信不信他? 他真的会做的 他不是不会做的,他真的会做的 你看到他放一些渠板有眼 那你信不信他? 有些事情我就告诉你,很複杂 複杂到,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 帮忙说现在是九宗罪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时候我都讲惯了 不好意思,现在应该是正向分析九宗罪的节目 不要紧的 现在我们继续讲一下另外一件事 就是蔡素玉对《六湖精舍》事件的回应 蔡素玉也出了来说 那... 蔡素玉是怎么说的呢? 这也是疑似是他的 因为我也不敢确认是不是他 他说过去几个星期 有不少国家友好向他查询 为什么他会涉及《六湖精舍》和《动魂法师》的事 这件事就是谁是谁非 究竟是怎样呢? 他现在蔡素玉认为是时候此简略说明 他就说,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了 多年来一直复应于佛陀的慈悲和智慧 深深觉得 需要推广禅修和静心活动 以使敌内心的无名和烦恼 重整社会 佔称侵蝕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建设和谐社会 他是人大代表 你记得是蔡素玉 在香港社会 只要遇到秉持佛菩萨慈悲精神的佛子和僧侣 他都会尽勉力随起支持 各类能力大众领略佛法妙议 转化烦恼 滋润心灵 感受生命的活动 这是蔡素玉说的 就是去年年底 获释动魂法师联同学者和保育人士 向政府申请的大嶼山佛教历史文化保育项目 成功获得初步批核 对此感到非常鼓舞 蔡素玉说的 项目就透过修复近百年历史的佛传址 向公众展现大嶼山佛教历史文化和百年前争吕 不露南楼的初心 从而鼓励公众参访凤凰山南北的山林寺院和文化圣景 静化心灵 感受文化 认识香港历史 拥抱自然 这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吗 然而 在我向法师查询有什么能够帮忙的时候 法师就说佛传址突然被人在未经法师许可的情况下 遗风 以及 安装CCTV 这个我就觉得 看到了 令到他无法 进从招标程序的规定进行修复工程 蔡帅玉这里又透露了一个信息 所以我就说 现在每个人说的东西 他透露部分的信息 其实没办法知道全局是怎样的 我告诉大家 那法师就说 只能够考虑撤回申请 这个应该是问政府申请 政府拿钱的部分 那现在明显是蔡帅玉帮她搞的 蔡帅玉帮她在政府那里按些钱出来的 那 蔡帅玉就进一步查询事情的始末 得息以下的情况 虽然法师曾经跟陈甘怡的公司 就罚传址签订过工程合同 但是几年过了 那个工程从来都没有工人来开工的 法师也因此 也因此未曾付任何工程款项 即是罚传址那部分 是完全没有付过钱的 好了 事实上 蔡帅玉帮她说的 工程合同也早已过期 在陈甘怡提供出来的合约 其实是没有过期的时间 究竟是怎么过期的 因为合约一定有两边的 就是动盟法师她负责做这些事情 她一定有她的合约 现在 陈甘怡那边就拿了一些合约出来的 拿了一部分的合约出来 不是全部的合约 那 Witter UMM 就说 我不分宅夜日出日落 因为现在我已经很早了 现在我这里差不多三点钟了 那我继续说一下 经过世读合同的具体条款 这就是没有公开的合约那些部分 这就是很重要的 为何蔡素玉她说的东西呢? 令我觉得这件事还有耐情呢? 那份合约 在蔡素玉见过的那份合约 她有什么? 她说 这个世读合同的具体条款 也没有发现有类似独家条款的约束限制 就是说 法师从来都有权找多家工程公司 同时或分段进行工程 陈甘怡 在未经法使许可的情况下 维峰寺院和安装CCTV 于理无据 那这件事呢 如果法师那方面 她被人装了CCTV和韦峰 一定有照片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 大家一起说就好了 拿回一些照片 拿回一些CCTV 拿回一些视频出来 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对? 好了 那 蔡素玉她还说 她说陈甘怡的做法令人豪然 为了令到法师将来可以按政府既定程序进行招标工程 她在咨询各方意见 蔡素玉说的 和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蔡素玉她说 全力支持法师将没有法律根据的围板和CCTV 那就是有围板和CCTV 和拆围板和CCTV 那些情况蔡素玉是知情的 还有应该 有上片或者视频的记录 我估计就是 好了 之后 就出现了什么食欲事件 蔡素玉她说 其实蔡素玉的看法和我一样 她说每个人持守哪一条戒律 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争吕疾病期间 未能持守是不是违反宗教戒律 应该有 这个也是我的看法 出家人争团内部商议决定 佛教界不同争团都有不同的规矩 所以按罚制 这些事情 也不适宜由食欲的在家人指指点点 其实我的看法是跟蔡素玉一样的 所以之前我就有做节目说 星雲法师在食欲事件上 他的说法是怎样的 他的开示是怎样的 因为我自己不是专家 我当然觉得星雲大师也是专家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蔡素玉他就说 之后又出现所谓偷渡佛像的无理指控 蔡素玉就说他清楚知道 欲观音像 这个是认识的朋友 这个是蔡素玉说的 我当蔡素玉说的是真的 因为他是人大代表 如果这些事实上说谎 他是有后果的 他就说是他认识的朋友 是有杨女士捐给法师 做酬务收服经费的 其实他就有两个佛像 所以就是欲观音像 就是杨女士捐给法师 白欲佛就是黄女士和黄居士捐给法师 原来是法师的佛像 在法师离开池山寺的时候 池山寺职员的协助下 就安排把这个佛像带来 偷渡佛像的指控 是莫名其妙 是莫名其妙 还有 这个是蔡素玉说的 其实是不是 这个是蔡素玉说的 断章取义的所谓澳门尋欢对话截图 他就说只要看前文后理 就知道法师是用对方能听得明白的语言 亏劝陈金仪的员工不要去澳门尋欢 那究竟那些截图是否真的 这件事情 和洞宏那边就有冲突 洞宏是说是假的 就是澳门尋欢那边 那蔡素玉究竟知不知道截图是真还是假的呢 他有没有向洞宏求证一下 那些截图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那些截图是假的 洞宏法师大可以出来说 那些截图是假的 是不是 那现在用这个说法 蔡素玉这样说 说是规劝 陈金仪的员工不要去澳门尋欢 这个就牵强了一点 那好了 然后蔡素玉 其实蔡素玉在这里是帮不了洞宏的 这里其实是 其实他们 我想 是不是真的有长期沟通呢 就是蔡素玉和洞宏 我认为未必是 因为洞宏其实 有些东西已经澄清了 那些是假的 洞宏就说了 那咪咪听就说 法师似乎和陈小姐的关系很好 为什么会反面呢 那当然是有些事情 大家 骂回了 里面的个宗原因 动宏法师也没有透露的 严格来说 他只是说工程做得很丢 原因是 但是其实 你想想就知道 这件事情 不可能是单纯是这个原因 如果你工程做得很丢 你就叫他执政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 你 如果单纯是工程理费 你叫他执政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不需要搞得这么丢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 接着 其余那些花样百出 为了吸引流量 不择手段的指控 蔡素也说的 就更加不值得回应 为什么不值得回应 如果是假的 就说是假的 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 那你就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出现 如果是假的 就当然很简单 完全是 紫虚乌有 完全是冤枉我的 是不是 喏 我是一个 很抽离的角度去看 有些人觉得 你偏帮哪个偏帮说我 我从来都是很抽离的角度去看 其实就是 好了 陆湖寺院被某些商股寄予 千方百计谋取为生财工具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我 蔡素玉说 早已见怪不怪 蔡素玉关心的是 佛法价值的推广 以及 香港佛教历史文化的保育 正是为了支持法师保护佛子 不被用作其他非正念用途 好像骨灰鸩等等的用途 那 那 蔡素玉是佛教徒来的 她作为佛教徒 出钱出力意不如辞 我如果因此得罪了某些人 这个蔡素玉说的 打破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美梦 也是不得已之举 所有程序 君应依法办事 什么工程利益 蔡素玉说她既无关系 亦没有兴趣 导出事情的始末 只是希望公众不要被混淆市厅 其实蔡素玉已经看过整份合作了 这些合作 应该可以公开 其实动盟法师 我认为她现在应该做的事 就是公开她和陈金仪的合约 全面公开 不要脱皮脱骨 只有一张两张 整件事公开给大家看看 究竟整件事是怎样 如果有错的 中间有些做错的事 我相信开城报工之后 大家可以理解 可以原谅 那麽 周蕭说 工程差不可信 一定有其他原因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 法师和陈小姐的关系 现在陈金仪那边有些说法 但是 我觉得 要对比两边的说法 如果我只说陈金仪的说法 暂时是不公道的 其实法师也应该说回 在她的角度 事情是怎样 接着把两件事拼在一起 大家看看哪个人更可信 对不对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辉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说看吃肉的影片 吃得这么开心 以为是判口请工人吃饭 慶祝做完单工程 所以我不信她是因为身体原因 吃肉 谈话连篇 有些事情 我就觉得 你很难知道她是不是 真的身体需要 其实最好有医生的祝福 当然是拿医生出来说 她到现在都没有了 当然是 有个证人 就找医生来做证人 医生叫她吃肉 那究竟 这条视频是怎样来的 那当然是陈金仪拍 其实已经说了是陈金仪拍的 这条视频 一早都知道是陈金仪拍 CM James Ho 就说可能有人 被人拿着脚 可能有很多东西的 那VB Tank就说法师是有识之士 做这么大工程 为什么这么蠢 不找律师做合约 其实她也没有真的 去找一些 有合适资格的人去做 这个我认为是法师的问题 我这样说 不是说陈金仪没有资格去做 而是 陈金仪 她做出来的合约 那些东西 她说没有问题的 这些装修工程是这样的 但我就跟你说 这单不是装修工程这么简单 因为 你还要建厕所 还要做多三个化分池 如果没有记错 还有一个天面 是有loading的 要计算的 那些是要找人去计算 才可以做的 那些石屎天面 你不是说 装修工程 就装修工程 就装修工程 就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还有 做了一件事 就是行车的车路 这些在外国 要做一个安全监控 不是说笑 在澳洲也要 在私家路 也要安全监控 在澳洲和新西兰也是 不是说你喜欢建就建 有个地 我喜欢建一条路 就建一条路 不是这样的 有公众去得到的地方 就算是私家路 你也是要Council批的 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门批 如果是中央政府的土地 就是要中央政府批 你当然说 不,你说私家地 怎样是中央政府的土地 现实就是 有些地方的土地 那个业权 到最后都是中央政府的 他们的教会 寺廟是只有使用权的 明白道理在哪里 当然现在的情况 又有些不同 这些他们有业权的 不过有个年限 但是公众可以进去的地方 始终也是要安全一些的 我认为 喏 W吹吹就说 陈博士拍那条开餐片 法师吃东西的样子 真的挺醜的 所以我认为 吃肉就不是一次 可能根本拍过很多次片 其实是 这个法师是没有戒心的 最初可能 最初也有些戒心 会让他拍片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 吃肉 那部分 拍到片不是第一次的 就是我认为 我的看法 因为 太放鬆了 这个人 就像辉哥那样说 喂 他说是 好像 这个 判头请工人吃饭 吃得这么开心 庆祝做完单工程 这么开心 但不会第一次 就放鬆了 你明白吗 一个人在其他人面前破戒律 一个教职人员 在其他人面前破戒的时候 还要被人拍下一个记录 为什么会没有戒心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 法师和陈金仪的关系 是非比尋常的 不是单纯 做工程的人 和他工程负责人的关系 他一定有其他东西 这是我的看法 那算了 我讲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讲主题 今晚的节目就完了 休息一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